HELLO 大家好,我是Hack,歡迎收看Enterbox 一年一度的蘋果BTS活動又來了 那各位沒聽過的朋友,不要以為是什麼跟防彈少年團聯名還是什麼鬼的 是蘋果的Back to School活動 只要你擁有大學學生證或是各級學校教師證 在購買Mac或者是部分的iPad的時候,還可以獲得額外的好康 那如果是剛升大學的朋友還沒有學生證的 也可以拿註冊或是繳費證明去申請看看,通常應該都可以通過 印象中去年的BTS活動是贈送一副AirPods 2 那之前也有送過Beats或者是蘋果的禮品卡 今年也是贈送一副AirPods 那轉賣的價格大約落在3500塊左右 也就是說你買Mac或者是部分的iPad 除了原有的教育優惠之外,你還可以多折3500塊 有時候你還可以等等看Line購物或者是一些回饋網站 他們不時就會有一些6-8%的回饋,真的是超級划算 不過通常新出的產品是沒有辦法回饋的 所以在使用之前還是要注意一下 第一款我要推薦的產品是iPad Air 如果你是一位準大學生,然後你在考慮你的第一台筆電的話 其實iPad Air也可以加入你的考量喔 尤其是對於有些女生,我覺得是超級適合 首先它的外觀超級漂亮,然後有五種顏色可以選 不論你是要上課用還是帶去星巴克用 看起來都是高人一等 畢竟它是平板,隨身攜帶也絕對方便 而且有時候你要報告,然後你要demoPTT給別人看的時候 只要iPad一掏出來 哇嗚,笑話都變成笑花耶 最棒的一點是它的操作邏輯接近iPhone 所以你如果原本就是iPhone用戶的話 你就不用再多學習一套新的作業系統 最新款的iPad Air搭載M1 CPU 然後螢幕也很不錯,還支援Apple Pencil 基本的Office文書作業或是剪片都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喜歡畫畫創作,更是再適合不過了 新款iPad Air售價64G Wi-Fi版本是16400 256G的Wi-Fi版是21400 那我個人是推薦買256G的Wi-Fi版,空間比較不會不夠用 喜歡畫畫的朋友還可以再加購一支Apple Pencil 2 那如果你覺得太貴的話 其實市面上還有很多比較便宜 然後功能也差不多的觸控比,可以考慮看看 至於行動網路版是可以讓你插著SIM卡隨時上網 不過現在等手機都不離身,用手機開網路也足夠方便了 所以少辦一張SIM卡也可以讓你多省一些錢 如果你平常的用途就是追劇 然後上課的時候帶去抄抄筆記 下課後到星巴克打打報告,偶爾分組再剪個片 那我覺得iPad Air基本上買了是不會後悔 買iPad Air不要嫌它不方便,你只是走在大家的前面 第二款我要大推的產品是M2的MacBook Air 教育價只要34,900 外觀漂亮,續航超長,性能又很不錯 撇塑膠低配版只有8G、256G這個考量 基本上可以預期它會賣爆 不論你知道文書、剪片還是程式開發 M2的MacBook Air都可以做到,而且做得還不錯 現在的大學生多多少少都會有課堂上學校剪片的時候 那如果你課餘還想當個YouTuber 基本上34,900這個價格 在剪片的能力上應該是沒有一台筆電贏得過M2的MacBook Air的 如果你的預算再充足一點 我會推薦你直接升級到43,900這款 GPU有小小的升級,然後512G的硬碟也會比較夠用 尤其是男生喜歡載一些有的沒的AE遊戲 遊戲沒錯吧 應該沒錯吧 反正256G是真的偏少啦 雖然說行動硬碟可以解決掉這個問題 而且價格還相對便宜 但是行動硬碟要嘛就是忘了帶出去 然後要嘛就是忘了帶回來 所以升級到512G還是比較保險一點 總之如果你沒有特殊的需求的話 M2的MacBook Air是我覺得今年最棒的科技產品 那如果你有特殊需求的話 加錢嘛,大家都懂的 最後一樣我要推薦的產品是Mac Studio 53900的價格,小小體積,搬宿舍也不會太費力 性能超強,佔4年也沒問題 只要再隨便買個螢幕鍵盤滑鼠 搞不好全宿舍最強的影音工作站就是你 關於它的詳細介紹大家可以看看我們之前的影片 我在這邊就不多說啦 如果你還是不知道要怎麼選的話 我在這邊幫各位整理了懶人包 各位在自己斟酌看看 如果你是讀什麼機械系 或者是什麼工業設計之類的科系 然後會用到3D Care繪圖 或者是你就是打算要待在宿舍 然後狂打電動 那我是絕對強力推薦 不要買Mac的 買了你一定會痛苦慾聲 最後最後 再跟各位介紹一款可能比較少人注意到的產品 但是也是超級划算的選擇 那就是M1的MacBook Air 性能和續航其實沒有差M2太多 然後螢幕和外觀略輸 但是價格的話就少了好幾千塊 目前官網的教育價是27,800 扣掉贈送的耳機3500 然後因為是舊產品 所以基本上一定能夠搭配Light導購 估個6%回饋好了 換算下來就只要22632元 超級划算 如果你不是那麼建議螢幕和外觀的話 真的可以考慮看看 OK影片結束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分享 Enterbox 歡迎各位在底下分享說 你這次的BTS活動想要購買什麼產品 那我是Hack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會拜拜 感谢观看